镜头转回国内来关心到行政院推出的振兴三倍券 预计在7月15号要上路了 中华邮政公司预估开卖之后 大约会有1000万人涌进这个邮局来购买实体券 如果每个人都备妥证件跟1000元的钞票 估算作业时间下来呢 每个人至少也得花上两分钟 民众如果又统统挤在前两周抢购 恐怕会掀起一波排队之乱 为了因应大量的人潮 全台的邮局预计在7月18跟25号 这两个礼拜六要加班营业 也呼吁民众最好等到8月再去领三倍券 避免花时间排队 另外三倍券的官网也确定会在6月20号上线 7月1号开始 还放让民众先上网预购 15号之后再到超商领取 振兴三倍券开卖倒数即时 中华邮政公司预估将会有4成 民众约1000万人涌入邮局领购实体券 购买流程曝光 要是每个人都备妥证件和1000元钞票 经过检查查卡填单到最后交付等关卡 估算作业时间 每人至少得花两分钟 如果民众还拿零钱购买 时间可能会再拉长 就怕会掀起一波排队之乱 为了消化预期的大量人潮 中华邮政全面备战 全台近1300家邮局将在开卖后的前两个礼拜六 7月18及25号加班营业 因为三倍券可以领到12月底 也呼吁民众不要挤在前两周抢购 最好8月再前往购买 邮局就是集中人潮的地方 毕竟还是要资本的人还是很多 不用那么急着要 这个是等后面慢慢有需要说再来拿也没关系的 方便就好了 可我应该还是刷卡 另外三倍券官网也确定将在6月20号上线 7月1号起共7天 开放民众可在网路上预购 15号之后再带健保卡和身份证到指定超商领取 邮局加开窗口搭配线上预购通路 双管齐下还得民众配合自发性分流 才能避免排队乱象 这率陈欣顺